南美洲秘鲁日前传出一桩帮派美人陷阱命案 国际刑警Interpol与当地警方合作 找到被近距离枪杀的牙医遗体 同时跨境前往委内瑞拉 埋伏追踪数月后 逮捕狠心杀人的年轻女友真实身份 是委内瑞拉黑帮分子的 马丁尼斯·Georgeles·Villoria 才让这起宛如电影情节般的犯罪 就此画下手指符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物财美人陷阱的男性 是秘鲁一名牙医师克里森 Christian-Giorardo-Quisp-Calkway 他结识在医药公司工作 长时间旅居秘鲁的委内瑞拉女子马丁尼斯 两人从主顾关系逐步转变为男女朋友 没想到克里森却慢慢开始发现 马丁尼斯复杂背景和不寻常的社交关系 进而对这位女友起疑 克里森发现马丁尼斯来自秘鲁黑帮 身上多处刺着象征黑帮的专属刺青 甚至在第三国还有小王存在 让他决定要放弃这段不正常关系 但就在正式退出前 就被黑帮收网枪杀丧命 从警方找到的遗体能发现 克里森生前曾被绑架 头部与胸口身中多枪 银行账户积蓄更被女友盗领一空 逃回委内瑞拉寻求帮派庇护 得知儿子丧命后 父亲坚持凶手就那位女友马丁尼斯 才让秘鲁警方立案 并委托国际刑警协助跨境抓人 逃回家乡躲藏的马丁尼斯 不仅改表发型甚至进行整容手术 但在国际刑警数月根肩追踪后 终于在7月21日围堵收网 成功逮捕这位蛇仙女杀手 未来也将一两国协议进行引渡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